今天是8月23日 歡迎收看多仁多明報的530 萬錦市7日3次劫車 都是屬同一班人所為 第一次犯案後 警方已經說要通緝他們 還要再搶兩次車 這班歹徒 豈止是警察如無物 簡直是挑戰警方 加拿大衛生部已經覆返530 他們說已經知道日本明天排放核廢水 加拿大海水安全沒有怕 但海產怕不怕 就你自己說 有些狗不搭伯 賊人沒良心 借整屋頂為有 騙了伯伯5萬元 導致75歲的伯伯差點要離婚 530昨天說了 日本由明天即是星期四起 排放核污水 那加拿大有什麼相應措施應對? 加拿大衛生部今天回覆我們昨天的提問 已經知道日本計劃排放廢水 在2011年3月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 加拿大衛生部和合作夥伴對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海水進行監測 當時採揚的海水中的輻射水平並未顯著居於歷史水平 亦沒有對加拿大人造成任何增加的健康風險 鑑於日本計劃排放的核廢水 預計是會遠少於2011年的意外排放 而且根據初步採揚計劃的結果 加拿大衛生部預計 加拿大水域內的放射性水平是不會增加 相關的健康風險亦不會增加 那入口加拿大的日本海產又怎樣? 是否照吃都不怕? 哦 衛生部沒有說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那就要去港力行 它們有百分百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滋補養顏的燕窩展系列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椒 冰酒 各種海味等 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記得到第一廣場或萬景廣場門店選購啦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首選港力行 住在賓頓市的海德爾一直都是Tesla的擁躉 四年前他就買了一部Tesla汽車 喜歡他什麼? 不就是可以省有錢與他的高科技 但是針沒有兩頭利 有時高科技的東西反而被人有機可乘 因為黑客入侵就搞到他有車用不到 還差點沒了734元 原來每個Tesla的車主都有一個手機程式 這個程式就厲害了 可以做好多事 包括登入自己Tesla的帳戶 和想不想到自己的車都要靠他 偏偏海德爾的手機程式就被黑客入侵 很多資料更加被人散改 亦因為這樣他再沒辦法用手機程式登入帳戶 就連他的Tesla都被鎖住 海德爾沒辦法用車之餘 更麻煩的是黑客用他的帳戶 訂購了Tesla的充電器 730元的費用就用他的信用卡付錢 但收件地址就改到另一處地方 而黑客收到貨後就將充電器放在網上出手 本來Tesla的車主都有一張 好像信用卡那麼大小的時卡 Key Card作為後備 可以被車主上下車 偏偏海德爾的Key Card就放在車內 車都上不到 那又怎能拿到張時卡呢 原來海德爾不是唯一一個受害人 他在網上的討論區發現 還有其他輔助 而情況就和他一模一樣 Checkpoint Software Inc的法爾松就建議 所有Tesla的車主應該設立多重認證 他又說越來越多車都轉向用手機程式 來開關汽車 和是否Tesla無關 不過車主就應該留意 手機上保留了甚麼數據和甚麼手機程式 從而減少被黑客入侵的機會 幸好的是銀行現在已退回734元 給海德爾 而Tesla也幫他恢復手機程式功能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被警察通緝 被警察通緝 很多人以為通緝犯會找個地方躲起來 有那麼緊 躲那麼緊 其實不一定 好像曼敢試過幫專搶平治車的匪徒 七天之內三次長車 完全不理警察是否正在通緝 他們 直接向警察挑戰 有一區警方今天公布了一個發生在今天凌晨時分的搶車視頻 當時是半夜12時半左右 市主拿著一架灰色瓶子AMG轎車 在Major McKenzie向東行 去到Donald Cousins Tuckray 在路口的停車牌下面 他停下了 接著一架深色的車在後面走上來 輕輕碰他一下 當車主下車看看自己的車損毀情況時 撞車的司機和乘客 也迅速下車走近他 這兩個人頭戴滑雪面具 身穿黑色衣服 其中一個人拿著警棍出來 就搶走試著車士 然後上車搶走他的車 另一個人就回到自己那輛拆車 兩個人各自開車走 事件中試著控彩毛受傷 三宗劫車案 匪徒落手的目標都是Benz 手法一樣 在野心人證的時分 在交通燈或交通停車標誌前面 撞前面那輛車的車尾 當司機落車看的時候 用武器威脅車主交出車士 接著搶車走了 如果這次有甚麼不同 最不同的是 前兩次賊腦搶車出道 這次改用警棍 警方承認三宗劫車案 是同一幫人所為 第一宗發生在8月17日 晚上11點10分 第二宗發生在8月20日 凌晨3點 這次是因為車主走得快 而且報警 賊腦馬上離開 沒有搶到車 在這裏 530再提醒一下 在萬錦市裏開Benz 遇到紅燈或停車路牌 前面停車的手 要留心後面有沒有車跟著 如果有 你就要小心 一旦被人在後面撞上來 千萬千萬不要下車 報警先 鎖好車門等警察 或者直接把車鎖去警察局 三宗搶車案匪圖被警方描述為 藍性、白人、黑頭髮 大約20歲、身材受削 身高5呎8吋至5呎10吋、穿著黑色年帽衣 任何有三宗搶車案消息的人士 可以撥打電話 1-866-876-5423 內線6630 和約克區警察劫案組聯絡 或者致電滅罪熱線匿名舉報 顯黑地標名宅 車華空中庭園 Concord Canada House豪宅的特大露台 設計盡顯高牙品味 木紋天花裝設暖爐 地面鋪設數目地板 讓你在戶外享受行程一致 Concord Canada House 限量一至三睡房單位 然而退出 不要錯過這個難得機會 在市中心擁有獲獎的名宅 歡迎預約參觀 詳情請上網 我ConcordCanada House.ca 羅渣市宣布 由今天開始 他們的客戶 可以在多人多地鐵線裏 部分地區享受到5G服務 包括地鐵1號線 市中心介乎 Broyang至聖George的 U型地鐵隧道和地鐵站 2號線 由Q到Castelfranc 共13個地鐵站 以及介乎聖George至恩的隧道 在這些地區 客戶現在可以做到5G通話 發短訊和串流 而FreedomMobile的客戶 亦可以按照原有合約 繼續享受服務 那Bell和Talus的客戶又怎麼辦 暫時他們就沒有著落 對此兩大電訊商已提出強烈抗議 Talus 表示 地鐵作為公共服務 所有多人多人都有份付錢 所以所有人都應該有平等權利使用地鐵Wi-Fi 但羅渣士的做法 就限制了乘客使用權 令人憤怒 Bell 亦表示 羅渣士明顯是犧牲了多多居民的利益 來到謀求自身的利益 任何一間電訊公司的用戶 都應該使用地鐵互聯網服務 這是涉及公眾安全問題 負責規管全國電訊業務的聯邦工業部長 和雙鵬飛今天亦表示 只要羅渣士一間公司的客戶 可以在地鐵獲得5G服務並不足夠 其實三大電訊公司 就共同在地鐵為客戶提供服務 已經進行談判 但進展並不順利 在8月8日 羅渣士向聯邦夾身、科學及經濟發展部要求 在與Bell和Talus達成協議前 率先向自己的客戶推出服務 原因是羅渣士 首先說要在地鐵提供WiFi服務 好了 當他們投資為地鐵無線網絡設備升級後 另外兩間公司又說要分入背景 但Bell和Talus就不是這樣說 他們說在談判裡 羅渣士是刻意拖延時間 讓自己可以喝到頭淡湯 黎王家音樂學院學習音樂 為所有年齡和程度的孩子 開始的課程於9月開始 由初級到進階 請瀏覽rcmusic.com slash明pau 發展商容許開發六大土地 涉及超過80億元的事件 在住房廳長、網療長 昨晚突然辭職後 繼續發酵 黃家騎警說 已經開始調查獨格福特政府 從受保護的六大相 容許發展商勾出土地 作為住房開發的外件 安省省警說 已經收到一些有關六大調查的查詢 省警說已經將這件事交給黃家騎警 以避免所謂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 黃家騎警現在確認正是評估現有信息 在進行全面評估後 騎警將會決定是否展開更深入的調查 騎警今天說 我們將審查和評估收到信息 並在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由於調查尚未處於起步階段 並且正在進行中 我們拒絕提供任何進一步評論 總理到今天 拒絕就可能的調查發表評論 但他說雖然需要更多住房 但他認為解決方案 不是在受保護的土地上建造房屋 是警方可能展開調查消息 前出前一天 駐房廳長克拉克的幕僚長辭職 安省總審計長對省府決定開放部分保護區的決定 提出嚴厲的批評 總審計長報告發現 去年從六大中移除的十五塊土地中 除了一塊之外 其他所有點點建議都不是交給公務員去研究 而是從廳長克拉克的幕僚長阿馬托處理 他在一次與建築業及土地發展協會行內活動中 阿馬托收到兩個主要開發商的信件 早前報告指出 騎警的反詐騙部門正對此事進行調查 省長福特一直堅稱 沒有人得到優惠待遇 去年安省政府和六大精容了7,400英畝土地 計劃用於建造五萬多個住宅房屋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真是無可憐 一名年輕的騙徒利用整屋頂 騙了市家寶一位行動不便 正在這裡養病的男長者 五萬五千元 案中的受害人是75歲的巴肯 他說有一天一名屋頂工人每家每戶拜訪 之後就來到他家門口 說他的屋頂有嚴重的問題 這個人爬上屋頂看完之後就說 木頭已經腐爛 需要立即修理 巴肯說 這個就是令我擔心的地方 但我的屋頂兩年前才剛修好 不過他覺得還是要換一換屋簽 但這個屋頂工人就建議他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總價是五萬五千元 和他換上屋頂一面的木材和木雅 巴肯當時正在處理自己的醫療問題 無考慮清楚就答應了 還提前給了五萬五千元的工程費 當屋頂工離開之後 沒有再回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擔心 因為這個工人整的屋簽未完工 屋頂也被他整穿了個大洞 巴肯說 當他沒有回來完成工作的時候 我就知道被他騙了 為了這件事 我和老婆幾乎搞到要離婚 因為沒有了五萬五元 對我們來說是個壓力 傳媒查閱了巴肯簽署的合同 但電話打不通 電子郵件也無法聯絡 公司的名字似乎都是虛構的 還與巴肯要請另一位屋頂工 花費近八千元來修復之前 沒有完成好的屋頂修補工作和做錯的地方 多倫多警方表示 今年大多區的屋頂詐騙案情上升的趨勢 為避免屋頂詐騙 謹防上門推銷 指示合拾商家 不要提前付款 上門承包商可能會非常嘟嘟逼人 所以要記住 不要讓陌生人進入這間屋 也不要害怕叫他們走 騙徒使用的另一個策略 就是提供免費的檢查 或者聲稱他們有一架無人機 發現你的屋頂上有一個洞 需要立即收復 巴肯也奉勸大家 做這些事 一定要有第二個報價 甚至第三個報價 更加不像我一樣預先付款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17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2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月氣候價格沒有升跌 維持在每公升167.9千 香港政府明天即是星期四開始 禁止日本十個都圓的水產品進入香港 也會加強對日本進口食品的輻射檢測 並且在每一個工作日在網上公佈抽驗結果 另外漁護處也會加強對本港魚產品的輻射水平監測 會對魚類統營處批消魚產品 和香港水域魚類採集樣本檢測 由每個月一次提升到每日一次 天文台也會加密檢查香港水域的村 及人工加碼放射性核數含量 由每一季一次變為每個月一次 環境及生態局常任秘書劉利群說 現在說什麼時候會撤銷禁令 是屬於言之上早 當局要觀測一段時間 並且考慮一籃子的因素 包括日本排放系統是否正常輻射數據等等 他認為日本當局要考慮第三方認證 令各地都相信監測的數據 環境及生態局長謝展環今早說 市民將相關水產品手信帶回香港 是不會受到管制 食物環境衛生署長楊碧君補充說 禁令主要是針對輸入及供應 涉及商業目的行為 如果市民在日本買手信回來香港 或者免費送給家人或親友 這些是不受限制 但是代購是屬於商業行為 是不會被允許的 來自這十個刀員的原材料 如果送到香港加工 食品安全專員王弘說 有關的產品同樣會受到規管 而私有這些配料是不屬於水產品 但是進口的時候仍然會被抽驗 而市民到相關的刀員旅遊的時候 要留意進食水產品的風險是會增加的 至於吃多少才屬於高風險 他就說 這樣就要考慮那條魚是否含有輻射 你吃多少 他建議市民要適量 不要每天都去吃 天文台助理台長李立信說 香港水域受核污水排放影響的機會比較低 因為兩個地方的水域相差大約超過三千公里 即使相關污水飄到香港 可能已經大大稀釋了 香港高等法院上個月 他批臨時禁制令 禁止在他違法意圖下傳播反修例歌曲 《願名剛歸香港》 或者令歌曲被誤認為是香港國歌 律政司對這件事不服 所以提出上訴 高等法院今天攀立判詞 接受律政司的上訴 不過法官陳建強在判詞中質疑 而律政司是想重新爭辯案件已經處理過的大部分議題 但基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牽涉新的法律領域 所以他最終是批准律政司就大部分的理據上訴 特首在今年7月11日根據《國安法》47條發出的證明書 指《願名剛歸香港》的禁制令涉及國家安全 律政司上訴的理據之一 就是這個證明書對法庭有約束力 法庭是應該遵從行政機關的判斷 法官在判詞中質疑律政司 在法庭聆訊中 他沒有主張過特首證明書是能夠協助法庭作出判決 也始終沒有清楚解釋 為何不適宜由法庭衡量禁制令的效用 判詞也形容律政司是揭力地爭議 法庭在審理國安案件時可以運用的酌情權是極少 但基於國安的重要性 最後他是批准上述兩個上訴的理據 上訴另一個爭議 就是高等法院有沒有考慮所有相關情況 法官說他簡直難以理解 律政司指法庭沒有考慮到若干的議題 因為幾乎所有議題都已經寫在他批禁制令的裁決判詞中 另外兩項有關法庭沒有考慮禁制令 能夠有效揭指犯罪或潛在犯罪者違法的理據 是今次首次提出 所以法庭最終只是批准律政司 就有關禁制令可以協助當局 要求網上平台移除有關怨榮光歸香港 在香港國歌的資訊的理據上提出上訴 今天特別多香港的朋友過來這裡 因為我很多朋友特地走過來 我自己買了票都買了一百張 很多朋友都來 所以今天演唱的氣氛 跟香港紅館差不多 大家都很熱情 有很多台灣或其他地方的粉絲也有來 還有國內有很多粉絲 我們雙隔四年就沒有來到澳門演唱 我看到今天最多我哄仔的支持者來這裡支持我 所以我零死開心 又買那些豬扒包給我吃 有葡萄之類的 現在整個房間都充滿了澳門的風情 簡直 我覺得我有遺憾 怎樣 因為我來了這幾天 我的同事全部出去說 吃這些東西 吃那些東西 好吃… 我自己在房間裡 我去房間服務 吃一碗粥 買誰買粥和買麵給你吃 就是吃那碗粥 什麼 蟹粥嗎 你出去吧 是你吧 林先生 做一次設計的T恤 希望我們戴一點點心意 令到觀眾又開心 他們看完之後 又有些手信回去 大家開心 這是我們最想的 他們都猜不到我們三個瘦手地 我將那些T恤可以去到大半場 他們說你們這麼瘦 然後這麼大力 不是你猜 鍛鍊有數 反而我自己今晚都挺感動的 就是場面所有的觀眾朋友 又打開了小燈去照著我們 我們一邊唱歌一邊看著 其實那個感覺很溫馨 突然之間好像有一下 彷彿 好像回到我們最初出道的時候 做演唱會的感覺 大家很支持我們 叫我們的名字 所以有這個回憶 我們看見 你的那樣是 我們com thumbnail 看見 我們開始時 完成了 我忘記看, 把你的眼睛